厄瓜多尔一个星期前爆发该国70年来最严重地震后 死伤人数还在持续攀升 总统科雷亚星期六公布 目前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646人 另外还有12492人受伤 接近3万人流离失所 厄瓜多尔上星期六爆发7.8期强震之后 各地发生超过700次余震 7000栋建筑物毁于泥弹 校长人员日以继夜地展开研究工作 成功救出113人 至今还有130人下落不明 另一方面当局为无家可归的灾民提供食物和医疗援助 不过由于公路还没有完全修复 拖延了部分灾区的救援行动